大哥 我來被人喔 上所的哺乳室 摳摳打開來一看 居然是一位阿伯 躺在沙發上 抬腳呼呼打睡 媽媽 等一下 等一下 換尿布 阿伯午睡被叫醒 緩緩站起來 悠哉整理東西 但小女童等著換尿布 已經沒耐性 吵著找媽媽 地點在高雄祈山轉運站 公用的哺乳室 卻被私人佔用 當成自己家睡午覺 那個是公共用的 怎麼可以你用私人 那個呢 當休息室 進去的人會覺得很尷尬 而且裡面的設備 他進去 不知道 原來佔用哺乳室的阿伯 是車站的清潔人員 專運站沒有提供休息室 阿伯向說 哺乳室沒人用 就跑進去 鎖上門睡午覺 引發民眾觀感不佳 甚至對環境有衛生疑慮 檯面上都是灰塵 還有小蜘蛛 可能如果沒有上鎖 我街友萬一 他都會跑進去裡面休息 這樣 有民眾要使用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 贊情人員說 不過我們贊情人員 就會來開運 哺乳室被亂用 實在太離譜 清潔人員被調職 哺乳室空間私密 有沙發飲水機 沒想到變成休息室 清潔員躺平還潰咖 所門佔用 讓哺乳室真正用意變了掉 記者最後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